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青海玉树州 这会儿在去往玉树市八堂乡的路上 这个几天玉树这边的天气不是特别好 每天天空中的这个泳彩都是很厚的 前面再走几公里就到八堂乡了 这个是葱庄里面的一个小寺庙 这边还有白塔 玉树八堂乡那边有真实的熊出墨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 这都是当地人的草场 远处还有牦牛在吃草 草地上面还长这种小花花 我这会儿走的路全是这种土路 一整片的草场 这边景色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上面 也是一条山沟里面 看周围这个灌木丛 这边草丛里面有水流声音 远处还有鸟叫声 这里太舒服了 这边山坡上面这种野花多得很 玉树这边山坡里面的景色真的很美 太舒服了山里面 道路旁边摆了一排排石头 撒的这种白色的粉末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刚才问了一下他们本地人 路边摆这么多石头 和撒那个白色的粉末是石灰粉 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明天早上他们这个寺庙里的活佛要回来 所以才这么做的 我去问路这牛跟我在赛跑 这里就是象谷葱的象谷寺 这个寺院的后山上面就有熊出没 这个地方原来还有个加油站 但现在这个加油站不用了 熊出没的地方就这里 现在太早了 要到晚一点之后那些熊才会下山避失 这边的景色还是不错 象谷寺的大殿的金顶 金碧辉煌的 现在是狗已经上班了 就等熊出没了 狗先去那个饭桶里面先吃两口 老弟 你先吃着老弟 从那边上来的 哇下来了下来了 这狗都不敢跟这熊硬钢 他就这个跑走了 玩大玩意 这是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 并且不同的物种 狗子和熊之间也是和谐的相处 狗子在这看着熊吃饭 它俩是共用一个饭盆 这是人生第一次呀 看到这么大的一只熊 我很想问问它是熊妈妈还是熊爸爸 差不多行了狗子说 狗子肯定会说差不多行了 吃的好香 吃太香了 我都忍不住想上去蒸两口 来老弟来看这边来 真能吃吃了有个 七八分钟了现在这只熊 一头就脑进去了 这熊把那个头都脑到那个饭桶里面了 连吃带洗呀这是 哈哈哈哈哈哈 帖子你怎么能一头脑进去呢你慢点吃 水果啥都吃 就109锅道上那熊还喝冰红茶呢 走了4049 未通过 我马上走了 improving 好大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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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 还有抓金山 有美的景色呀 完蛋玩意儿吃完了 人家走了你才叫 跟完蛋 啥也不是你 夕阳西下留下了几封生情 落日余晖迎接黑暗的到来 这熊吃完走了 然后这狗又开始吃了 狗和熊是一家 争气 熊已经从这个山上面 已经走了 太完蛋了你 就像我一样 我一样 我一样 在这里 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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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一样 我一样 你一样 我一样